大家好,歡迎收聽網上編輯的節目 今天錄節目的日子是2021年5月18日 這裡有我新西蘭的伊德台洋 還有加拿大的家產生 各位網友好 希望大家點讚、分享和訂閱 請記得訂閱網上編輯的政策報和曬冷氣 繼續壯大中南無色的力量 好了,今節想和大家分享一則新聞 來自美國的新聞 這則新聞就是可以為新鮮滾熱辣的 就在我現在錄節目的時間 兩個小時前左右就登了出來 是關於目前現在拜登政府 和他的副總統哈里斯夫婦 在去年的收入 連這些這麼私人的東西 作為總統、副總統都不是 都變成了公家的東西 根據最新公佈的 納粹單 拜登的2020年的收入 就為607,336美元 相較於2019年 收入竟然大幅下降 唯一能夠解釋到的就是 他在去年 就專注於他的競選工程 在這份新報就說到了 他兩位 就是他拜登和他太太 相方就交了 十五萬七千四百一十四美元 稅率就是25.9% 另外 他兩夫婦捐了 三萬零七百零四萬美元的捐款 你就是做慈善之勇 除此之外 也都公佈了 他的財務狀況 他兩夫婦的資產 就大約是一百二十萬美元 至二百八十八美元之間 相較於2019年 拜登的收入就減少了足足三十多萬美元 主要原因 他在競選工程裡面 也花費不少錢 例如要預約場地做演講 搞一些競選的印刷品 造用場地 不過他在競選之前 他主要的收入都是來自 參加一些演講活動 在2019年 拜登夫婦的 所申報的收入為 九十四萬四千七百三十七美元 當時 即前年 他們交了 二十九萬九千三百四十六美元 稅率就為三十一% 想不到他去年那份收入 交少了很多稅 不過 他兩個的收入 都是比一般的 很多的普羅大眾 李國的普羅大眾 都是非對高很多的 不過 他就真的沒有林鄭 這麼高的工資了 我們計算 他去2020年的收入 是六十萬左右 那六十萬左右 就大約 相等於 四百七十多萬 港元的 那林鄭就不同了 啊 林鄭呢 在去年 年薪 就達到 這個的 五百二十一萬 一年 不過 林鄭就 當然啦 被 美國政府制裁 那她現在的錢呢 都在哪呢 有些人就說 林鄭的那些工資 就一搭 cash 就在家裏 那有些人這樣說笑啦 究竟是怎樣處理呢 我相信只有他才知道啦 那我相信呢 作為一個 國家的領導 班子 特區首長 地方首長 相信 國家都有 相應的政策 來幫助他們的 我們說回拜登先啦 拜登他兩夫妻呢 原來在 兩年前 2017年 那時候呢 他們兩個真是發財 那時候他賺多少錢 在兩年前 他兩夫妻呢 收入那時候是超過 一千一百萬美元 神經病的 那現在交這麼少稅 是吧 少這麼多 真是 賺少四年前而已 一千一百萬 人家知道 就是兩年前 現在去到 2020年 就剩下60萬美元 究竟他有沒有補少了呢 還是有些收入 沒有算進去他兩夫妻呢 我個人認為是怎麼都會有些的啦 有時候一些的收入呢 可能安排了在 他們當然啦 有一些的專業的人士 來幫他做好盤數的啦 因為 始終都是一位公職人員 盤自己盤數呢 就一定要看下去乾乾淨淨的啦 那他在今年的時候呢 年初的時候 他也都說過的 他說要加稅嘛 而加稅就是 專門就是針對一些 年收入過四十萬美元的人士 那他呀 也都是其中之一位啦 當然 因為他自己推行的政策 他自己也都要承受的 那他肯做啦 那就沒有所謂啦 而且這個 他就是要交多點稅而已 是不是 對一般這麼高收入的人呢 在美國是極少的 美國一年賺到四十萬美元以上的人 是很少很少的 一般人來說呢 普羅大眾 一年賺到幾萬元 都算不錯的啦 那就除此之外啦 拜登呢 他過去也都出過不少的書籍的 那這些書籍呢 都會有一些板碎的收入的嘛 那另外啦 也都公佈了啊 白宮的副總統啊 Camilla 這個啊 有個中文名的是不是呢 他叫做 普薩基 是嗎 不是不是 賀錦麗 是啦 哦 賀錦麗 那他 就是他去年那個收入 也都在 鬥過白宮啊 公佈了 去年 賀錦麗和他先生 Douglas 總收入啊 比拜登很多啦 就是有啊 一百六十九萬多的美元啊 那他們兩個啊 交了六十二萬稅啊 稅率為36.7% 哇 這副總統交的稅啊 還多於正總統的全年收入啊 哈哈 那同時呢 賀錦麗和他先生呢 在去年就捐了 兩萬七千美元 咦 捐錢 還捐得少啊 拜登夫婦啊 猜不到啊 那副總統嘛 那當然欠個總統一點的啦 你的副總統啊 找個正總統啊 很多很多錢啊 哈哈 連交的稅啊 只是說交的稅啊 都多過 拜登夫婦 全年的收入啊 哈哈 那同時呢 他先生呢 也都是啊 律師的事務所 的一位啊 合夥人來的 不過啦 他在去年 八月的時候啊 就離開了這個 他的事務所的 那我相信呢 都是為了秘嚴啦 因為他太太啊 也都參加了 啊 這個總統競選嘛 在去年的時候 那麼 耳目前拜登那個政策呢 就是要 對最富有的人 加稅 加稅的目的呢 就是希望可以 能夠拿到多些錢 投入一些的 國內的基礎建設 和一些的 一系列的改善計劃 尤其是 擴大免費教育的支出的 和這個社會安全網 的擴大計劃的 那根據 拜登所提出的計劃呢 拜登夫婦 和這個 何錦麗和他先生 如果他目前這個 收入保持一樣的話呢 那他們將會啊 需要交得更多稅的 而拜登之前也都說過了 稅收公平啊 是一個經濟能夠 健康發展的一個基石來的 他經常這麼說過了 美國可以啊 對一些的 名義上對一些的企業 和一些的有錢人 增加稅收 加強稅局 對現行稅法的執行力 也都有辦法啊 可以替這個的美國政府 增加多點的收入的 他以前也都說過的 美國呢 因為貧窮的問題 因為貧窮的問題 沒有辦法上到大學 又或者有些的學生啊 為了要應付日常的開支 只能夠花點時間去打散工 打零工 甚至乎有些比較壞的情況 就是會做一些違法的工作 其實對很多的新生學者 都不是一個健康的事情 拜登總統就說過要改善這個問題 他的支出計劃呢 就希望可以替高中的畢業生 提供多兩年免費的大學 兩年免費大學 可以給他讀 另外啦 希望也可以替這個 三至四歲的兒童 提供這個的學前教育資金 而這筆錢呢 會由什麼人來找呢 那他就說 希望就由這個全美國 最富有的1%的人 找這筆錢 我個人認為很公平的 而且對這1%最富有的人 照計呢 就不會太肉赤啦 不過 每個人就是貪心的 交多點稅呢 始終會覺得肉赤 尤其是愈富有的人 我發覺愈富有的人 對自己的財富就更加緊張的 要有那種執念才會發達的 那就是 你是有那種 對財富的追求那種執念 很緊張 一個先都不可以洗多的 那一般 犧牲多少都沒有問題的 每天吃白麵包 都沒有 多個崩 還要沽害人 沽害手下 哈哈 還有其實 人呢 都要學會怎樣疏爽的 是不是 那也是 疏爽都要計算 疏爽完之後 我賺不賺得回來呢 這個都是 很多 我發現呢 有很多比較富有的人 都會有這種這樣的習慣的 好像我今天請你吃飯 我能不能夠在透過 請你吃飯之後 和你的關係拉得更近呢 可不可以將來賺得回來呢 那有些人都會這樣算的 我小弟呢 就真是 頗為貧窮 簡直就是 活在貧窮才是 沒辦法的 我們這些平凡人 沒有這樣的執念有什麼辦法 是 所以一般呢 都較為疏爽 哈哈 哈哈 沒有辦法的 沒有執念的人 怎麼會大富大貴呢 平凡人好 算了啦 不過呢 剛剛講完拜登呢 那個報稅單 交了多少稅呢 之前呢 特朗普呢 就沒有將他的稅單公開的 哈哈 因為他沒有交稅 是的 這些人就有執念了 哈哈 哈哈 其實一直都有啦 這種公開稅單的傳統的 是去到特朗普的時候 就沒有做的 那現在拜登就做回了 公開稅單 其實老實講 你公開稅單呢 就是我不相信他只有這麼少錢 他寫過這麼多書 版稅啊 很多時候 你可以建一個公司也好 或者轉去另一個信託也好 那把那個筆數 就不進入自己的個人那個所得稅 五例報稅 那筆數是可以砌的 可以砌得 就是新報稅 可以砌低它的 是可以的 剛才也講到 其實在兩年前 拜登啊 兩夫婦真是賺不少錢的 是最近去年和前年之後 才逐年減低 去年這份收入 只剩下60多萬 60多萬就真的 給人的感覺 就並不是真的這麼多 其實都是 都算多的了 就是比普羅大眾來講 都算是多很多錢的了 但是你比你那些超級富豪 這些根本 打個核刺都不見了 你連副總統都賺得多個 正總統拜登多成倍的 是不是? 其實事實上這些 這個階層的人 一般都是很富有的 事實上 錢都不是問題來的 不過他就是 透過這些這樣的工作 公開自己的稅單 就被人覺得 我們是廉潔的 我們不是賺多錢的 我們不是那些超級富豪來的 就是想給人這種感覺 但是特朗普就奇怪一點 他又不肯公佈稅單 反其道義行 怎麼都說自己很有錢 但是又不交稅 交稅 他有交稅 交中國的稅 他愛中多國 都愛美國 收報上去 就衰格鬥 是不是? 那好吧 我們這節就講到這裡為止 希望大家以後再多找些 下次回來講其他話題 拜拜 拜拜